嗨,大家好呀 今天去市场买菜 发现大白菜竟然限购了 每人只能买一颗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先薅一颗准没错 选一颗长得顺眼的带回家 今天的大白菜花了5块2毛钱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特别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菜 醋溜白菜炒木耳 天气热的时候特别爱吃酸酸甜甜的蔬菜 开胃又解腻 想做出清脆口感的白菜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吧 现在我们就开始 抓一把干木耳在水里泡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洗白菜 白菜在生长过程中每一片叶子都接触过农药和灰尘 所以要将白菜一片片撕下来洗干净 现在我们来切白菜 像这样切将白菜叶和白菜帮子分开 现在来切白菜帮 比较硬的白菜帮子可以先拍打一下 再斜刀切成片 白菜叶直接撕成小块即可 现在来调料汁 一勺生粉 两勺酱油 两勺橙醋 半勺蚝油 再各来小半勺盐和糖 再来两大勺水 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 根据个人口味准备花椒干辣椒大蒜末 这就是全部备菜啦 大火烧开水在水中加入食用油和盐 水开后倒入泡发的木耳 煮半分钟倒入白菜帮 再煮20秒倒入剩下的白菜叶子 翻拌一下让白菜叶子泡在水中 全程使用高火 大约煮20秒就将白菜捞出过凉水 在水中加入一点冰块 可以帮助白菜快速降温 能够防止白菜变色 同时白菜帮子会更加清脆爽口 在冷热交错的作用下 白菜帮变得透亮并且清脆 所有蔬菜变凉后捞出沥干水分 放在一边备用 起锅烧油 加入辣椒花椒和大蒜末 保持小火防止辣椒和花椒变黑 炒出香味立马放入蔬菜 翻炒均匀倒入料汁 为了防止蔬菜炒出水 这里一定要使用大火 爆炒半分钟 带汤汁浓稠即可关火 叹叹 出锅啦 营养健康又开胃的醋溜白菜炒木耳 酸酸甜甜还有一点微辣 就这一碗菜我可以吃下两碗饭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菜就去试一试吧 这道菜的货变 温柠素的 dol菜带 来切齐